哈囉大家好 我是小小媽媽 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紹說 怎麼樣用華順的價格 可以買到YSL的包包 那其實這個包包 用的剛好就是我的生產禮物 剛好我生完之後 老公送我的包包 那今天我想要介紹就是說 因為大家也知道 YSL它的價格很硬 然後你也很少可以遇到有折扣時候 那所以說到底要怎麼樣在 不去歐洲的前提下 又可以用華順的價格買到YSL 你也知道我們當旺旺之後 你要安排一趟去歐洲 告訴你就是還蠻困難的 就是像我個人的話我已經 大概 快要五年沒有去歐洲玩了 所以你要先辦一張 台新生橫艙的聯名金融卡 那張卡我真的覺得非常推薦 因為它每年的生日禮的時候 你可以有一張 就是免稅品 85折 免稅品是可以用在精品的 當然說好像是Chanel除外吧 但是張圖畫就說Chanel除外 我還是可以買YSL啊 那這一款包包呢 它其實跟先前YSL有一款包包 其實蠻像 但其實你認真它其實不太一樣 首先在鏈子的地方就很明顯不太一樣 我這一款WOC呢 它是全部都是精鏈的 整個整條鏈子都是精鏈 那就從那一款WOC呢 它是這個鏈子的最上端這裡 是做皮革的樣子的 那我這次整條是精鏈的 那我選的這個是金扣 那它還有銀扣 然後這個皮革啊 我是選魚子醬油皮 因為魚子醬油皮 感覺是比較不會被就是 那麼像羊皮一樣 這麼容易就是掛傷 那它的長度呢 有22.5公分 高度呢是14公分 整個寬度呢是4公分 那它前面是做這種V型的有沒有 V型的裁切 那它這個裡面呢 有一個拉鍊的夾層 拉鍊的 那暗層呢有兩個 這裡也一個 這裡也還有一個 那卡片夾的部分呢 卡片夾總共有20個 那還有兩層 就是內裡內層 兩個內層 那這一條鏈子呢 它是可以拆的 所以你也可以拆掉 當作手拿包 這樣 拆完之後呢 它就是一個手拿包 那以就是 台灣機場就是免稅店的話 那就是免稅價嘛 那就是免稅價 大概就是可以用 將近七五折價 就可以買到這個YSL的包包 那那時候我就有上網查嘛 大概就是 YSL的專櫃 台灣專櫃的話 這個是賣四萬一千塊 那歐洲代購的話 他們是賣大概四萬一千五到四萬三千塊 那我用多少錢買你知道嗎 我買三萬七千而已 三萬七千塊 我買的是不是真的超划算 你看喔 像我今天這樣隨便穿對不對 你就可以這樣背著 就可以肩背 而且我告訴你 像很多就是 大名牌的那個小肥肉絲 很多人度過二長 像我現在一百六十幾公分 其實我背這個牌子 跟二長度過關剛好 很多都是 比如說已經到平了 其實背起來 就是對我們兩種準備的 就不是這麼最好的事 然後你看它除了可以這樣子背 你也可以把它拿下來 然後把它變成 收納包 這樣子呢 你可以出門啊 出席晚宴啊 跟老公司吃飯 餐餐餐 可以幫忙洗碗包 就可以出門了喔